随着疫情趋缓 台北市在10月6号晚间 有20家KTV顺利副业 但市长柯文哲抱怨 经济部泰宛公布细则 而KTV员工除了有6成要接种疫苗 没打疫苗的也要提供快筛阴性证明 此外进入KTV要扫描QR Code 进包厢还要再扫一次 确实的控管进场人数 憋了5个月终于可以到KTV欢唱了 疫情趋缓台北市20家KTV副业 不过原本最快10月5日就能开门营业 但经济部4日晚上才公布管理细则 让北市府忙得鸡飞狗跳 理论上是昨天就可以开始了 但是因为前天晚上经济部才公布这个规则 你知道我们已经算一天之内 把它事情办完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下一次如果还有这种事 还是早一点讲 这个一天大家都鸡飞狗跳 另外餐饮业也跟着松绑 内用不强制使用隔板与梅花座 宴席可以逐桌敬酒 但尽量降低频率 桌菜与自助餐不限制由专人分菜 最重要的是店家和顾客都要落实实联制 现在不强制使用梅花座跟隔板 那也可以敬酒跟敬茶的 不过是这样 不鼓励 可以做但是没有鼓励 但是我们还是要求实联制 万一真的有人感染 我们比较容易去做疫调 比较容易抓出来 虽然疫情减缓 但仍然不可大意 10月6日又出现女基师确诊Delta病毒 CT值只有22 相关接触者都已经匡列 隔离 裁减 就怕一个不小心 疫情卷土重来 让防疫工作再次破功 记者邮湘婷台北采访报道 秋冬脚步接近正式流感病毒 蠢蠢欲动的时节 各地也开始进行流感疫苗接种作业 在台北市大安区龙安里里长为了防疫 将接种地点移到户外 让民众保持安全距离 而龙泉里则是将 从阳进老活动跟疫苗的 湿接种一起进行 环境佳节也兼顾防疫 在丹安区行政中心广场 龙安里里民有秩序的排好队 保持安全距离 先领号码牌 接着扫描QR Code 进行实名制量体温 喷酒精后才能进入现场 高规格防疫 让前来施打疫苗的前台北市副市长 国伟专家陈永仁也称赞不已 我们红里长非常的体贴 怕群聚 所以到这个比较空旷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我们非常支持这样的做法 动线也安排得非常好 玩起袖子 百岁人瑞先坐定 再吸气放轻松 不到一分钟就完成接种 让身体获得保护力 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 龙安里长红秋甲 特别将疫苗施打地点 开拔到空旷的室外 避免民众群聚 地方比较空旷 比去年 去年因为人多比较急 那所以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上个礼拜已经就跟驱空所借好的场地 那这次他会在外面打 最主要怕说在 龙安里那个活动场所 怕群聚 因为去年来了四百个人 所以我们本来是打两个小时 后来打到下午一点半 那今天可能来了三百二十剂 差不多十二点以前应该都全部会打完 工作人员拿着移动式体温测量剂 到民众跟前一一量体温 消毒双手 先做好把关 再入室内等待注射疫苗 疫苗施打完 只要是六十五岁以上的龙泉里民 还可以领取精美重阳敬老礼品 提前过佳节 龙泉里长庞维良除了贴心服务 这个APP智能小帮手也功不可没 我们会可以叫里长帮忙 阿会的人自己用 很方便 对 连接的APP 我们整合在我们的一个 大安区龙泉里的LINE的平台 所以李明只要加入了 我这个平台之后 所有疫苗的资讯会传递给他 或者是该要打疫苗的 这个预约 可以透过我们这个平台里面 包括台北市的 包括中央的1922等等 他们都可以统一的 在这个平台里面 能够一次的取得相关的资讯 甚至包括预约 包括礼尚事务 商圈活动 甚至疫苗预约 只要动动手指 统统都可以帮你搞定 除了让民众时刻不露接讯息 也窜起社区感情 记者顾参永 台北采访报道 为了火络振兴商圈 台北市商业处 跟商圈结合 将在双十廉价盛大举办 商圈嘉年华台北生活季活动 主要同步跟电商合办线上购物 现场还有巨型扭蛋机 以及丰富的大奖 希望借着让民众深度的认识商圈 挖掘城市新亮点 一个制品 相机 木制品 算命法宝 当然还少不了桌面上 琳琅满目的丰富美食 双十廉价担心出油人几人吗 来一趟商圈嘉年华台北生活季 感受后疫情时代的商圈活动 下载的那个熊好店家的部分 就是一定要的 那最重要的是 我想我们那天也是要抢 抢购那个 抢这块大饼 商圈嘉年华台北生活季 每年都吸引超过二十处商圈 以及六十摊以上的商店参与 今年也因应新形态的电商购物模式 与线上购物平台合作 举办线上商圈嘉年华专区 点点手指就可以买到想要的商品 拿了五倍券 不要去外线吃花了 到台北市的商圈嘉年华 到台北市的各大商圈来 你还有熊好券可以多抵五百块哦 因应五倍券 台北熊好券能热潮 活动现场也可以抢好康 还有超级吸金的5.5公尺高 巨型扭蛋机 里同有现金底用券 商圈豪里等大奖 北市撫充民众一起到101水武广场 买好买满振兴经济 九层的话 什么报道 根据美国CIA预测报告显示 台湾2021年预估生育率只有1.07 全球倒数第一 少子化俨然成为国安危机 专家探究呢 这个原因来自于结婚率的下降 现在公共部门也扮起了红娘 帮年轻男女找对象 台北市松山区公所就规划手座体验 走访约会景点 营造浪漫气氛 成功促成8对角 年轻男女照着工作人员指示 领取小卡 准备来场自我介绍 大伙初次见面 总希望能在异性面前 留下好印象 松山区公所特别安排在百年饼店 让单身朋友体验手座桌花 拉近彼此距离 我们八位伙伴都要分享 然后分享的时候 一样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后来没有报上名的人 都有打电话来做一个询问 可见这个活动是受到大家的喜爱 公部门举办联谊活动 就连住在外地的家长 也赶忙要替子女报名 40个名额几乎秒杀 询问电话依旧不断 公所也承诺明年继续开办 这次活动除了手座体验 还走访彩虹桥 著名约会景点 在浪漫氛围的气氛下 成功促成八对家欧 希望如果说假设一年内 能够结婚 他们在这个喜丙商店 也能够做欺负者的一个优惠 有机会也会经常 伴依这样一个活动 来让大家有一个联谊的平台 让我们的这个单身的 男孩子或女孩子 能够借由这个平台去互相认识 单身联谊活动配对成功后 顺利步入礼堂 还能享有喜丙折扣优惠 松山区公所制造机会 希望帮单身男女找到幸福 也期盼借此提高生育率 解除故安危机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新制租任契约自109年9月1日上路了 房东在租任期间不得调涨租金 收取电费要冤民下月即非下月 且都不能超过台电锁定最高级距之金额 房客因疾病要长期疗养 或房东要收回重新建筑 都可提前终止租约 住宅修缮期间可扣除租金 租人关系消灭后 房客遗留物视为抛弃所有权 更详细内容请上地政司网站查询 内政部关心您 为您插播一则外电消息 极端的气候 全球暖化造成西伯利亚小镇 维科阳斯克 近日测得摄氏38度历史高温 美国国家海洋级大气总署报告当中指出 整个北极的海滨覆盖率持续下降 种种数据全都显示 地球的气候变迁正在持续的 预防电气火灾 用电不得超载 电线不滚绑 圈置防法比较安全 擦头不潮湿 不使用电气时 请拔掉擦头 电气周围 不放 有揽護 没有安全标章的电气 不满 不用 复义电气火灾的前章 好温哦 你不要把口罩随便乱丢了 有什么关系 使用过的口罩不乱丢是基本的功德性 这些人说的没错 最近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出门都会自备口罩 用后的口罩不要乱丢 应该要像我这样 随手丢入垃圾房 那口罩可以回收吗 用过的口罩不是资源回收物哦 随意丢弃口罩 可依违反废弃物汽泥法告发 除以1200到6000元把还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关心您 新北市警察不但维护治安 更义无反顾的协助疫调 市长侯友宜亲自颁发防疫楷模之外 并且替升职的警员受接 市长感谢警察弟兄辛劳的付出 更期许警察弟兄要以刚强的手段打击犯罪 大家一起并肩作战 守护市民生活 让新北市更美好 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参加防疫凯末警员的颁奖典礼 市长感谢警员们在防疫期间 协助卫生局疫调快速掌握疫情的传播链 让新北守得住 其实这份功劳是归属警察弟兄同仁的 在第一个时间 投入了将近300个疫调放入卫生群 后来在平民计划投入2000两盘 我们才有办法在各县市里面 很坏式的从三位市降到各卫所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能够做得这么好 能够怎么住 真正要为公警察弟兄 紧接着侯市长也替12名升职官警医受接 并表示警察升职代表着 在工作岗位上的付出奉献被肯定 要进一间就必须付出很长时间辛苦的代价 而得到很多的肯 所以今天不凡升三线一 升两线四 所有的同仁们 我们就恭喜团 这种要求一定能够 侯友以期许新北市的警察 要以钢墙的手段打击犯罪 更希望弟兄们要以警察的身份为荣 大家一起并肩作战 守护市民生活 让新北市更好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导 流感疫苗10月1号开打 另外年满75岁或是涉及新北市 65岁到74岁的新北市民 也可以前往280家合约医疗院所 接种公费长者肺炎炼球菌疫苗 提醒您记得左流右肺的口号 保护您健康加倍 公费流感疫苗10月1号起开打 但可能是受到新冠肺炎疫苗影响 今年民众接种流感疫苗 意愿似乎降低许多 不过根据研究 施打流感疫苗 可以降低新冠肺炎症症 因此医师呼吁民众踊跃施打 另外提醒民众 施打疫苗之后 还是要注意身体状况 接种完流感疫苗以后 最常见的反应 大概还是局部的酸痛 跟身体稍微有点倦怠 那如果有发烧超过24小时 或者是比较不舒服的话 还是可以建议就医治疗 新北市今年共有29间卫生所 47间医院 以及604间诊所 等共680间合约院所 加入施打流感行列 辖区402间校园 也将会在10月1号到11月19号 集中接种 500间诱托机构将入员接种 同时405间长照机构 也会安排集中接种 此外要呼吁75岁民众 以及涉及 新北市65岁到74岁民众 10月1号起 可以到新北市 280间合约院所 接种公费 长者肺炎链球菌疫苗 所流用肺 流感疫苗和肺炎链球菌疫苗 同时接种健康加倍 记者沈小旦采访报导 因疫情民众生活形态改变 线上消费比例大增 为了解决市民朋友家中堆满一次性包材的困扰 新北市环保局特别跟连锁量饭店合作 推出新北U-Box循环包 取代一次性的包材 落实环保低碳政策 疫情改变了民众的购物习惯 网购比例大增 造成一次性包材的大量浪费 为了从源头减量 并鼓励循环利用 新北市环保局与加勒福 及配各家合作 共同签订合作备忘录 推动以新北U-Box 取代纸箱 塑胶带等一次性包材 其实这个概念来讲 就讲第一个是替代 怎么去把这样的一个材质 可以替代 让它可以减少对环境的冲击 第二个是共享的观念 其实以现在国际之间 在面对各国城市 现在在面对2050进行它的议题 对于循环经济 都被别提到一个 就是产品要共享 共享的观念 唯一只有共享 它才可以减少我们 这个产品的浪费 甚至是制作 新北U-Box循环包 不但方便配送攜带 也具有保温 保冷 及防泼水功能 当货品安全运达后 民众只要将空的循环包 归还至指定地点 还能获得业者提供的好康优惠 货品装好 载配送到家 那民众呢 在家里使用完毕之后 就把空的 这个U-Box循环包 带到新北市的 22个加勒府的门市 还有17个 我们配合家的 合作的店家 去做回收 回收的时候呢 当然民众就拿手机 扫QR-Core 它还可以有 我们讲这个商品的 这个折扣的优惠 环保局表示 这次与连锁量饭店合作 推广使用 新北U-Box循环包 未来将市试用成效 评估扩大可行性 欢迎其他量饭店 超级市场 及便利商店 一起响应 让新北市 迈向不速城市 记者轮红采访报导 美丽台湾3D电影车 开入校园 学童们戴着3D眼镜 兴奋的伸手 要抓电影中的事物 新北市新闻局 跟有线电视系统 也一起合作 让3D电影车 驶入校园 希望学童能够 更了解这片 生长的大地 也将台湾之美 升值于小朋友的心中 平息国小的同学们 戴上了3D眼镜 每个人都伸长了手 想要抓取 电影上的事物 这是新北市的 有线电视系统业者 与新北市政府 新闻局合作的 美丽台湾3D电影车 进入校园的活动 今天来到 第四站平息区的 平息国小 要透过电影 将台湾之美 升值小朋友的心中 今天呢 由我们新北市 有线电视业者 还有我们公共频道 活化应用文会 跟我们新北市政府 新闻局的 这个美丽台湾3D电影的 列车呢 开到了我们 平息区的 平息国小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 学校 那我今天看到了 我们小朋友呢 对美丽台湾的期待 因为呢 在影片当中 我们看到了 非常棒的警示之外 还有我们百大 公益匠师 即将失传的 这些影像 做了这么好的保存 那同时之间呢 让孩子们呢 更懂得环保 整个爱台湾 爱地球 那我们今天特别呢 这个美丽台湾 然后有14家的 13家的 有线电视业者 共同出资 来请他们来放 3D电影给大家看 台湾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很漂亮的风景 很漂亮的人事物 我们都把它拍进来 在里面给大家来看 偏乡区域资源较少 学子们较少 有机会可以看电影 这次还是3D的电影车 直接开入校园 播放3D电影 给学童们欣赏 这个活动 是要透过学子的 胜利奇境看电影 让学童感受台湾之美 将来能更爱护且守护这片生长的大地 谢谢今天有电影车来这里 让我们不用到很远的地方看电影 谢谢叔叔阿姨 让我们看到3D的电影 也让我们认识不一样的台湾 我们在山上小学 其实小朋友很难得有机会 可以看到3D的电影 而且尤其这个电影的内容是关于台湾 我刚刚看到小朋友看到很多的场景 都尖叫出来 就是可以看到台湾的美 这点是很难得的 所以非常感谢主办单位 给平西国小这次机会 有线电视业者散尽社会责任 将资源挹注偏乡 透过美丽台湾这部电影 要将台湾最美的景色 还有快要失传的职人记忆 让偏乡的学生可以了解 也希望更多企业 可以透过更多的方式 协助偏乡的小孩 缩小偏乡资源不足的现象 记者李嘉文平夕 采访报导 庄节将至新北市淡水区长 乌宗仁呢 特别代表新北市政府 祝贺淡水区的五位百岁人瑞 制赠的总统府靖岛壮 卫生福利部金锁片 以及市府的大红包 两万块钱 并祝福长辈们健康平安 甲霸及重阳佳节快乐 而日前区长呢 特别来到淡水区 甘真理的一户百岁人瑞家中 送上祝福 谢谢 感觉怎么样 开不开心 开心 他 我人家抓到送那个东西来 不好意思 还有那个蔡总统 还有那个 一两个毕业 对 对 是不是 会这样 今天很高兴代表侯友宜市长来看我们百岁人瑞 李子久老先生 那老先生他以前也是抗日英雄 抗日剿匪都有参加过 那甚至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大厨师 那他的手艺很好 那我请教他长命百岁的秘诀 李老先生他除了适当的运动之外 那当然最主要是愉快的心 区长表示 110年淡水区99岁以上的人瑞总共有50位 其中住在甘真理的这位李子久爷爷 今年满百岁 育有一子良女 退休前是一位厨师 曾经在台塘的糖厂学习厨艺之后 晋升为餐厅厨师 也在台北掌管过员工餐厅的伙食到退休 百岁人瑞李爷爷头脑清晰语言流畅 健康状况良好 与儿子媳妇同住 平日三餐都亲自下厨 还可以帮儿子跟媳妇准备上班的便当 说到长寿秘诀 作为厨师的他 丁林区长要对身体生活自信与乐观 那这部分我们很高兴看到老先生 你看身体的状况非常好精神也非常好 所以我们祝老先生身体健康 松伯长青天天开心 那我们也祝我们镜头前所有天下的长辈 松伯长青天天开心 曲长强调祝重阳节活动的意义在于敬老 唤起社会大众对于长辈的关怀与尊重 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馨 更有人情味 也让每一位长辈都可以过着快乐的生活 而致赠礼品礼金不仅是是福的关怀心意 家人的陪伴才是长者最温暖的礼物 记者许端一 单学采访报道 小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最爱的咖哩耶 这是特别的女人 哇哦 啊 别走 有了 啊 火没关 放心 怪的瓦斯安全 我已经装装了 最对三大安全这段功能的 微电脑瓦斯调 第一位请勾夹 跟他在一起最安全了 喔 在一起 在一起 换表真好 安全没关闹 他们认真学习 他们努力工作 他们追求的是 自我的肯定与成就感 育成基金会一直以来 帮助憨儿实现就业梦想 支持着他们自立 让我们成为憨儿开心的后盾 请支持育成基金会 议员憨儿就业梦 就业能力培训募款计划 家庭收支调查开始咯 即日请将在全国进行抽样调查 你好 我是家庭收支调查访问员 你好 访问内容是什么呢 有以下五大项哦 为什么要调查呢 是为了制定更好的社会福利政策 造福你我啊 这是我的证件 这是公文 那我们的资料 保证不外泄 我保密 您安心 敬请支持家庭收支调查 汐止区大同路一段337项 因为路不宽 机车骑士呢 只好骑在这个水沟盖上头 只是老旧的水沟盖不平整 也有缝隙 就曾经有机车骑士摔伤 所以艺人张景豪特别着急的 相关单位现场会刊 要求改善的同时 也要将这个路面一并整平 让骑机车或是行人 都可以有更平整的道路可以走 汐止大同路一段337项 是大同路转中心路的一条捷径 不少骑机车会走这条巷子 接种心路 减少前方等红绿灯的时间 不过巷子真的很窄 算是双向道 但是几乎只够一部车通过 当有汽车走 就连机车都只能靠边 骑在水沟盖上头 不过老旧水沟盖却暗藏危机 高点不平还有缝隙 多次有机车骑士摔伤 都在汽车的时候 我们那个机车都要走到水沟盖场 那个都不平 起立刻起立刻 要危险 不平又危险 创向道长期都有汽车的需求 那机车跟汽车 机车有时候要沿着沟盖这边 在闪避汽车 所以沟盖这边因为有一些缝隙 那让机车在这个闪避的过程中 或在这个行进的过程中 会较危险 而且甚至会有一些导致受伤的状况 在结果澄清后 议员张景豪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 现场汽刊 只见老旧勾盖间 几乎都有高地不平的现象 另外再加上汽车实在有困难 现场也建议是不是 将机车停放的方向做调整 让停车更有秩序 还有这个就是我们机车 放的都不整齐 我们扫地 只要我们离的要扫地的话 连一个地方 人家走的缝都没有 所以这个机车 叫它跟机车壳来规划 在这个道路的两侧 身后这一侧 因为有一些比较高低差 那下雨的时候 会有一些积水状况 那我们还是希望把水 倒到有侧牌 排水垢的地方去 所以未来 我们在明年初有经费的时候 这个巷弄要做一个重铺 重铺那有一个高低差 会把水倒到侧水沟去 那再把一个机车停车 做一个有秩序的一个规划管理 除了沟盖以及铺面改善 因为巷弄两侧有高低差 其中一边地势低容易积水 当天也要求一并列入改善 让环境更好 用路人也有更安全的通行空间 这程惠林细致采访报道 淡水河岸的马街街斜坡旁 有一处长80公尺的坡坎墙面 过去由淡水各学校 在这墙面上面彩绘十多幅作品 但随着时间久远 这些彩绘的画作都已经老旧斑驳 因此新北市议员陈伟杰 日前特别邀请了淡水区公所 来到这边会刊 希望明年能够重新整理 换上新装 为在新北市淡水区图书馆淡水分馆的后方 通往淡水河岸的马街街斜坡旁边 有一处长将近80公尺的坡坎墙面 过去是由淡水各学校学生 在这墙面上有十多幅的彩绘作品 但随着时间久远 这些彩绘画作都已经老旧斑驳 因此新北市议员陈伟杰 日前邀集了淡水区公所 来到此地会刊 希望能够在明年之前进行重新整理 换上新装 我想整个在以马街 我们淡水教会 这个护尾街医馆为中心点附近 关于马街的各项的文物 或是这些道路等等 都有很多的这个意象 那这次来到我们马街街来做一个会刊 因为当时也是由我们淡水区 各个学校的小朋友 或是同学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 每一面的一个彩绘墙 在我们的拨坎上 但是因为也时间久远了 很多的这个彩绘的这个图案都已经斑驳 或是油漆都已经掉了 马街街是连接小白宫多田荣籍故居 及许多古籍群通往淡水老街的观光道路 许多游客都会沿着这条小路 享受淡水小镇的人文历史 市议员陈伟杰表示 在护尾街医馆附近有许多关于马街的意象 因此也希望配合明年马街来台宣教150周年纪念 可以将这一处重新整理 希望可以再次结合整个淡水老街 包含街医馆淡水教会附近 我们把它重新做一个改造 那也配合明年这个马街呢 150周年的这样一个纪念 希望可以把它重新做一个调整跟改造 那目前的公所还是说 可以先把这个 这个拨坎上的一个清开先做一个去除 那对于这个彩绘的部分呢 他们会再重新做一个评估 看是要用这种这个瓷砖来系上去的 还是说再重新来做一个彩绘 那总之我们还是希望这一条马街间呢 未来可以变得更生动活泼 市议员陈伟杰表示 日前经过看到这一处的彩绘 许多地方都已经掉漆斑驳 因此希望可以提案将这边重新整理 无论是沿用彩绘风格 还是用马赛克瓷砖进行拼贴 任何方式可以把这墙面装点的更加活泼 都可以进行讨论加以设计 期盼为这一处的颇看换上新装 让马街街更加缤纷 记者许多安音 代水赛访报道 新装天翔街47巷口呢 原本这条巷道只有3到4公尺的宽度 但是呢 因为这个巷道十分的狭窄 经常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 那么新北市议长蒋跟黄在得知之后呢 多次跟相关单位来讨论 这个争取相关的改善办法 如今呢 天翔街47项拓宽改善工程 终于在今年8月份顺利完工 让民众通行更加安全 经过四年时间 新装天翔街47项 终于在今年8月完成拓宽工程 当地理长表示 狭窄的巷道由原来的3米 拓宽到6米宽度之后 对往来车辆在会测时候 比较不会发生差状的事件 四年的时间终于把这个47项 巷弄口给打通了 现在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画面看到 由原本的3米宽的道路 现在变成了6米宽 这对于我们机车 在小山车的时候 安全性提升很多 那也非常多 李明跟我反映说 在他们行走的时候 也觉得非常安全 附近居民说 原本巷道十分狭窄 经常在这个地方发生车祸事故 现在巷道完成拓宽 也改善了交通的问题 要感谢里长的争取 让他们可以行走得更加安全 感谢里长 给我们建筑 这路比较好 比较安全 因为这条巷道有部分属于 私人土地能够拓宽完成 里长要感谢地主大爱精神 照顾大丹凤地区之外 也提升了用入人的通勤安全 在这里我也一定要提到 我们的帝主 原本的这堆是一堆苏林土地 非常感谢我们帝主 他的大爱的精神 愿意来配合我们新北市政府 跟新东区公所 这么重要的一个交通工程 让我们造福不只河凤里 包括我们所有的大丹凤地区 所有的民众通行安全提升的 真的非常多 天翔街市气象的拓宽 和凤梨堤受惠 里长只希望看到大家 每天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记者黄又贤心中报道 石门区间路里内有山有海 终于等到疫情稍稍趋缓 里长办理了浸滩活动 要透过走出户外的清洁活动 不只是千起 久久不见的街坊间感情 更要透过齐心合力的力量 将家园环境整理做好 要提供民众更舒适的生活空间 也要给游客干净舒适的观光景致 受到疫情的影响 好久没有举办户外活动 近来终于盼来疫情的趋缓 石门区间路里 号召民众一起走出家门清洁环境 也因为持续进入秋季 即将转换为东北季风到来 在海漂垃圾大量飘进来之前 民众要先清洁海岸线 而市议员陈伟杰也全副武装 来参与展现守护环境清洁的决行 因为石门地区这边沿海 海边的垃圾只要一涨槽就会跑出来 也借这个机会 疫情趋缓 我们也举办这样的活动 今天的乡亲来得非常的踊跃 也显见大家在家都闷坏了 但是我想在兼顾这个疫情 还有我们这个淨滩活动的一个之下 也希望我们的乡亲还是要注意防疫的一些相关的措施 那现在因为疫情比较趋缓 那室外也已经可以到300人的活动 所以我们现在个里目前办的活动 都是以室外的公益活动 譬如说禁灘 禁山为主 那我们每场活动也都会遵守防疫指引 在遵守防疫指引的前提下 我们希望来进行这些公益活动 让我们的乡亲都可以出来参加 这些社会团体活动 那一方面健身 一方面交流 一方面也可以维护我们自己居住的环境 一举多德 这是五月疫情停办各离大小活动以来 第一场举办的户外活动 可能是大家很久没有外出涟漪 因此活动参与的相当踊跃 来到沙滩上不到一会儿的时间 一袋袋的垃圾就被清洁出来 其中还是以塑胶垃圾 瓶盖 保力笼 以及碎玻璃为最大宗 虽然说每次都是看到这一样的场地 但是就是因为海洋的垃圾 沿岸的垃圾 你主要一个涨潮上来 垃圾就是清不完的 这个也不要再怀疑了 因为这是一个全世界性的 海洋的垃圾太多了 当然我们希望说其他的单位 也可以来这边帮忙淨灘 让一个海岸线尽量的减少垃圾 而渐入里内有声有海 李奖也期待透过走出户外的清洁活动 不只是要联系久久不见的街坊邻居 也要透过大家齐心合力的力量 将家园环境整洁做好 提供民众舒适的生活空间 也要给游客干净舒适的观光景致 季角平函 时闷采放报道 每年中秋节到双十国庆 就是三支角白笋的产气 现在适逢早生种的尾声 紧接着中生种 还有晚生种的角白笋就要登场 今年因为气候好没有台风 角白笋不论直或是亮都相当的不错 想要有角白笋的民众 不妨到产地来走一走 可以一次品尝到早生种 跟晚生种角白笋的双重好滋味 中秋节一直到双十连价 都是三支角白笋的产气 早一波的早生种 在中秋节前后 大家都在烤肉的时间出产 而现在正逢早生种的尾声 紧接着中晚生种的角白笋 就要登场 在三支区的三支有机农场 今年种植角白笋 因为气候好没有台风的影响 生长的质量都相当好 今年角白笋的话 因为没有台风的关系 所以来讲 应该大家还算不错 因为没有被台湾打坏 那现在的三支角白笋的价格 其实都还蛮平稳的 因为种植的人口越来越少 因为它很需要人工耗体力 那也没办法说 用什么省力省工的方式去做 这个产业变成说 如果一个老年人 如果它一退休 它就少一个人在做 今年角白笋的生长在气候上 可以说是几乎没有碰上什么难题 因此也没有受灾减产的状况 不过却也因为气候太热 不少的植株都有开花的问题 植株只要开花就不会结损 产量有受些微的影响 加上农业人口老化 那角白笋又需要人力情理轻微的照顾 不少老农退休 年轻人口没有接力跟上 种植面积也面临越来越少的状态 早整它的特性就是说 它在9月初就可以有产出中秋鞋前 然后它来讲 第一个好卖嘛 因为中秋前后的量少 角白笋的价格比较高 然后销售会比较快 它的缺点就是说它的肉比较少 然后再来它比较容易变绿皮跟老化 那中生种或是晚生种来讲的话 它的品质相对会比较好 因为它的肉身比较直 人家所谓的门人腿就是 其实是值那个中生或晚生种的品气啦 不然你如果 9%以上都是 比较短小的话 讲证市场价值会比较低啦 当然口感甜度来讲 中生跟晚生种会比较高 而现在正持角白笋 早生种接中晚生种的时间 早生种的笋肉较短 但是价格实惠 而中晚生种的笋肉长 甜度也加都是不错的选择 想要同时感受两种角白笋口感的民众 不妨趁着国庆廉嫁到产地来走走 一次品尝早生种与晚生种 甲白笋的清甜 爽口好滋味 记得平函三支采访报导 大家好我是桂桂 相信大家都有使用国道的经验 但是各位可能不知道 去年国道就发生超过三万件的事故 其中A1类72件 A2类2076件 造成重大伤亡与民众财产的损失 在此呼吁大家 无论是驾驶或乘客 上车第一个动作 热闹拥挤的城市中 他们独自生活着 年纪大了 日子似乎也停住了 常常忘了今天是星期几 静静地等待着 世界越来越快 他们却越来越慢 思考慢了 吃饭慢了 岁月也慢了 他们越来越远 但是因为你很令人感到喜欢 那你会越来越远 大家真的要怎么会 第一个 Concord 我会不会 我会不会 广告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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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會愛台灣 這會愛台灣喔 全台灣好吃好玩的 好處的地方都在這裡 我們這會來愛台灣 為了解決新北市實定風景區停車位不足的問題 實定區公所呢 今年除了在雙溪口跟外岸橋第一第二處新增14個停車位之外呢 在北47線從淡蘭藝文館往烏圖方向呢 以三側排水溝加蓋的方式再增設了65個停車位 希望能夠滿足遊客的停車需求 實定區因為受到腹地限制在停車位的規劃上相當受限 但實定區公所仍積極尋覓適當地點 希望能增設停車位滿足遊客的停車需求 因此近期就將北47線0.34到0.05K段德山側排水溝加蓋 重新劃設標線標誌增設了65個停車位 連同在雙溪口與外岸橋的第一第二處停車場 今年一共新增了79個停車位 從老街一直往烏圖溪的部分沿線 我們去試這個現場的情況做一些 交通配置的調整還有標線的畫色的調整 加一些水溝蓋還有人形步道的一個 標誌標線的一個標色 還有這個大陸分割線的一個調整 總共呢增加了大概有65個停車位的部分 也就是從今年以來增加了79個停車位 除了增設停車位也規劃出人形空間 同時在一文館公車站牌周邊 將白線改為禁止停車的紅線 讓遊客與民眾在交通動線和安全上更加完善 周邊的原本兩邊都是白線的部分 我們繼續做一些標線的調整 把它畫色為紅線 希望在假日的時候 那邊不要有遊客去停車 那這樣子在公車在乘客上下車的時候 就不會造成這個車輛增道的部分 造成了交通的擁捨 擁擠跟安全的事故 實定區長李浩榮指出 原先考慮以玄碧梁工法拖寬道路 來畫設停車格 但此舉所需經費龐大 且恐怕會破壞生態景觀 因此經過了評估 改為山側排水溝加蓋方式 規劃停車格的增設 而未來也會多點開發 持續尋找適合的停車場域 用遍地開發的方式 那不論是私人的土地 或者是說公有的土地 只要適宜能夠去增設這個 路邊路外的停車場部分 我們目前都在規劃 來做一個爭取 希望能夠用多點開發的方式 增加這樣的一個供給量 讓遊客在這個周邊 能夠方便的停車 實定區公所積極提升觀光品質 讓遊客來到實定可以舒適的旅遊 享受在地的自然山水與生態 也呼籲民眾一起來珍惜 這片難得的好山好水 記者陳曉誕採訪報導 疫情影響之下 出國旅遊遙不可及 日本山形線就派代表來到平溪區 透過及時的視訊 讓日本的好朋友體驗一下 平溪的特色老街跟景點 還有放天燈 也要將平溪區的特色農產品 帶回山形線 雙邊互相交流 共創商機 平溪區的天燈國際文明 現在受到疫情影響 導致遊客大減 日本的觀光客也無法前來遊玩 所以日本三型線就派代表 來到平溪區 與東市里紫東社區合作 進行交流互動 體驗在地特色景點 還有放天燈 以及帶回平溪區的特色農產品 要回到日本進行推廣 這次跟日本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來到我們平溪區遊玩 所以說現在日本由日本的代表來這邊交流 以後會跟平溪成為姐妹區 今天是我們日本的山蕭班 來到我們台灣 台灣的我們平溪 我們新北市平溪農會 我們一些農產品 來作為推銷工庫 今天是由日本的導遊前來十分老街 透過與日本進行即時視訊 帶領日本朋友線上感受平溪區老街的氛圍 以及十分瀑布等景點 還有介紹平溪區的特色農產品 也幫日本朋友在天燈上寫上祈願的話語 讓遠在日本的朋友 也能透過視訊先體驗放天燈 今天就是由日本的導遊先過來 幫日本的朋友放天燈 然後購買我們這邊的珠蔥餅 然後山藥還有蜂蜜 帶回去幫我們推廣 以後成為姐妹區以後 會帶來觀光交流還有農產品的推廣 當我們的好東西 我們要推出 然後去工庫 然後去讓人去施育 但是我們將他們日本的農產品 來提供來我們平溪區農費 我們農費跟雙方共同來合作 可以建立有這個商機 透過這一次日本三行線 來平溪區進行交流 要將平溪區的許多特色的農產品 無論是珠蔥餅 山藥 或是蜂蜜都推廣出去 也將日本三行線的特色產品引進來 雙邊互相交流 創造商機 為農民爭取更大的福利 記者李嘉文 平溪 採訪報導 項羽安全受到重視 在汐止已經有百年歷史的汐止國小 項羽裡頭的監視系統老舊 類比訊號 畫質也不好 所以新北市議員廖先祥 協助學校更新上百支監視器 以及主機 從類比改為全數位化的鏡頭 畫面更清晰 也讓校園的防護網更安全更務實 汐止國小是汐止歷史最久的學校 就連監視系統也面臨老舊的問題 只是要陸續汰換環不積極 尤其校園安全受到重視 現在新北市議員廖先祥就協助學校 將監視系統進行全面更新 校園的安全網可能有很多個方面 那也包含了我們學校的一個監視系統 那我們細小的監視系統 建置的時間比較久遠了 過去的畫面是所謂傳統的類比訊號 也會因為距離較遠而有訊號較衰落的現象 那傳到我們這邊到時候 如果說要掉入影像的時候 常常可能會發現解析度不是很足夠的情況 那有些畫面都非常的不清楚 那尤其之前的系統 比較傳統一點的系統 它的一個清晰度都不夠 當學校需要用到的時候 往往沒有辦法辨認 那在這邊呢也非常感謝廖先祥議員 的一個建議款的一個協助跟配合 讓學校在整個監視系統 能夠做一個更新改善 新的學期數位監視系統更新完成 議員廖先祥也特地到學校關心 這次汰換了上百支監視鏡頭 主機也更新 只見原本的類比訊號全改為數位 畫面清晰很多 包括校園資安以及學童安全都更有幫助 配合我們學校 一起來把我們的監視器 整體來做一個汰換 那包括學校有100多座的鏡頭 那校長之前就很用心 有陸續在汰換的一些 那這一次先祥 再協助學校更換一些主機 那包括大概100座的鏡頭 讓我們校園的這個監視系統 一次一次達到一個 這個一定的水平 那把它全部都變成一個 數位的一個畫面 讓我們這個校園網 能夠更緊密更紮實 我們這一套整套的一個監視系統的建置 讓學校沒有死角 讓學生不管是學習或者運動 或者在做任何的一個學習活動 都能夠達到非常安全的一個效果 這對學校來講是非常有幫助的 60萬的經費將校園監視系統 從類比轉為數位 包括校門口 各洞各樓層的走廊樓梯等等 都安裝完成 形成一個校園防護網絡 讓上千位的學童 學習環境更安全 解程惠玲 西子 採訪報導 新北市新店大風國小國際文教中心 舉辦響入飛飛特展 介紹埃及 肯亞等非洲國家 校方也特別安排了每個班級 前往參加導覽解說活動 希望藉此增加學生的國際觀 探索多元文化 大風國小國際文化中心 最近舉辦響入飛飛 風月文化特展 介紹埃及 肯亞 烏干達 史瓦基蘭 幾內亞 共和國等幾個非洲國家的地理位置 自然資源 經濟 文化 美食等等 為了增加學生的國際視野與國際觀 校方也特別安排導覽解說活動 帶領每個班級來到文教中心親自探索 我們透過外交部也好 或是民民局有相關的資料 然後進來我們佈置了這樣一個產地 那其實重點不是在於說 我們對非洲多麼認識 最重要是讓孩子 認識國際文化 烏干達這個國家 雖然是內陸國 但是它有尼羅河 跟維多利亞湖 流金 所以這個國家的經濟 非常的 在非洲來講是很不錯的 維山區國際文教中心 執行秘書鄭維林 特別整理了各個國家的特色 除了透過簡報以及有趣的內容 讓小朋友可以輕鬆了解 另外也規劃了互動問答 讓這場導覽活動變得更加活潑生動 同時現場還佈置了每個國家的文物 傳統服飾工藝品 讓小朋友能夠更深入認識非洲國家 今天老師講非洲的國家 有一些很特別 或者是比如說瀕臨絕掌的動物 我覺得很有趣 埃及的這個地方 我覺得他們那邊的各種名勝古蹟都很特殊 每一個國家有自己不同的物產 還有特產或動物等這些東西在呢 古蹟也很不一樣很酷 大豐國小強調 不是每個小朋友都有機會可以出國 但是文教中心多年來 精心規劃了不同國家的介紹 讓學生不用搭飛機 就能夠藉此環遊世界 體驗異國文化風情 記者陳小旦採訪報導 至於雙北地區有哪些最新的活動消息 也請看我們的生活看板 請問我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